市的主播身穿防護衣 全副武裝的化學物品處理 人員仔細檢查黃色信封袋 南韓衛山市週四中午12點半左右 消防人員抵達這間身心障礙福祉中心 因為員工在打開這些信封袋時 包括院長在內 總共三人都出現頭暈呼吸困難 甚至還有身體麻痹的問題 其他員工發現不對勁 趕緊打電話報案 裝在國際包裹中的黃色信封 裡頭空無一物 擔心是有毒的化學氣體 中心裡總共70人全都疏散離開 並且暫時封鎖建築物 防止再有人受害 雖然員工表示包裹是來自台灣 不過當局還在調查 真正的寄送來源 並且會將信封轉移到 國防科學研究所 查明到底裡頭裝了是什麼東西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